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你的老大姐去什么公司 我是觉得本来大家都是同事嘛 而且我住的地方跟那个老大姐住的地方 又不是很远 我就顺道载她一下嘛 不是 一到五我觉得你顺道没什么 礼拜六你送什么送啊 我本来是做了个设计设计嘛 然后项目有点多嘛 然后压得了 我想礼拜六就过去加下班嘛 然后看一下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嘛 老大姐也加班啊 老大姐她是偶尔加班 那你这车载过她吗 没有 平时我上班 穿着高跟鞋嘛 然后我就想说 我到公交车站也有几分钟 那你就顺便送我一下呗 那个老大姐周末 你都不休息了 你就送她你都愿意 我就不愿意了 我是觉得她公司 并我公司又不在一条道上 而且公交车站 离她住的地方又不是很远 她可以走路去公交车站嘛 她能走路 老大姐不能走 这么逻辑嘛你这个 好 这个事我们记下来了 还有吗 就有一次我去她的公司办事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那老大姐的小区 下面等她 那老大姐从那边过来 一打开那副架门看到我 然后恨了我一下 感觉我想到她座位一样 你屁股也坐到后面去了 然后对我男朋友 她说了一句 走吧 小腾 我当时心里面想 我们俩又不是你保姆 又不是你司机的 你那个语气什么意思啊 感觉我们欠你似的 本来就只是帮个忙而已 我是觉得别人 都跟我在一个公司上班 而且年龄又比较大嘛 稍微啰嗦一点 我觉得这些鸡毛顺皮的小事 没有必要 她就是那种爱她小便宜的老大姐 行 行 别说了 行了 知道了 就是而且还有就是 有个亲戚嘛 然后她颈椎病 然后你不是说你同事的妈妈 被你介绍的一个大夫医好了 我就说要不你也给我 亲戚介绍一个呗 万一就也医好了呢 也是也算一件帮忙的事嘛 我是觉得她连她 那个远房亲戚 明智都不知道叫什么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 欠人家一个人情吧 她就直接拒绝了 感觉受伤我的忙 都不愿意帮 那是个远房亲戚 连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 所以你不愿意帮 而且我觉得警追病这个事情 在家里面好好养着就行了 万一没有医好了 那不责任拦在你身上 你这个分得还挺清楚的嘛 你怎么拉老大姐的时候 就那么糊涂呢 就有一次嘛 然后我们去成都玩 还有她的一对朋友 也是一对情侣 去之前我就想 多拍点漂亮的照片嘛 然后带了很多衣服 好看的衣服 然后我在收拾的时候 她就对我说 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呢 我可不帮你提 你自己提啊 带没带啊 我过后就是怕她生气嘛 然后就没带 重点是你知道 我们在火车站 碰见那对情侣的时候 她的反应嘛 她看见那个女孩嘛 带了很多东西 一大个箱子 还有两个大包 然后她就跑过去说 哇 你们带那么多东西 这个女生真的是精致女孩 而且还主动地说 你们带这么东西麻麻烦 来来来 我帮你们提一个 我特好奇一件事 为什么别的女生 带大包小包 就叫精致女孩 你的女朋友带就不对呢 我总不可能打电话 叫她们别带那么多吧 而且重点是 大午去景区玩的时候 她一看到一个好的风景啊 什么的 她就张罗别人快来拍 还教别人怎么拍pose啊 怎么好看啊什么的 她们一拍完 我就抽上去 我说那你也给我拍几张呗 她就很不赖烦地说 哎呀 走了 走了 别人在前面等着不好 快走 我单反拿回去一看照片 基本上都是她们的 我们是出来玩还是陪游啊 不是 我是觉得 给她们拍了再给我们拍 我们平时不是有时间在一起吗 没有必要在那里耽误时间吗 可以去下个地方玩嘛 凡尼总是这样 因为她要讨好别人 所以就委屈我 让我也跟着她一样 玩的那几天 我就特别不开心 行 我给你掰扯扯扯 你跟谁玩去了 就跟朋友我们一起啊 跟谁玩去了 朋友啊 什么朋友啊 就玩得好的嘛 所以没你什么事 你听见没有 是玩着好的朋友 她可没说女朋友 所以这潜意识里面就她没你 对啊 我 反正你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不是我 我也不好意思说你们这些女生了 那你们图什么跟这种男人在一起呢 因为我就觉得她人挺好的 不像其他男生一样 那么花花肠子吧 觉得这种男生很实在 他怎么实在了 你跟我说 他给你做的实在事吧 就我们没确定关系 他连手都不碰我一下的 就连才在一起 半年多的时候 他都就拉我手 就特别不好意思的那种 亲我一下都特别不好意思的那种 我就觉得这种男生 单纯 肯定还有更过分的呗 更过分的时候 她甚至在我面前说什么 她有个女性朋友 靠自己的能力 然后现在工资都能上万了 然后一直在我面前说 然后我就说 你一天说你什么女性朋友 怎么怎么怎么好的 我就不就是对比我不好吗 哪有女生喜欢听 就是男朋友说自己还不好的 不是我们平时说话不就这样吗 你说我这里不行 那里不行 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那我不是这样说你 我觉得我们关系比较亲密 你可能不会往心里去吧 而且我这样说可能 我就是想鼓励你嘛 然后大家我们一起加油嘛 不是你根本就是打心底你 你根本就瞧不起我 你就觉得你赚得少 你一天还那么多话 一天指手画脚的 我还就各种就是 不理解你啊什么的 打心底你就让你觉得你 你们俩这次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 他说分手吗 我过来 为啥要跟他分手 因为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 就是他晚上出现和朋友 喝叶啤酒什么的 我就说怎么还没回来 就那么晚呢 十一二点了你快回来 然后他就很不耐烦 他说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行了行了 感觉好像就是他在他朋友 同事面前特别没面子啊什么 谁知道他把那个挂安成了免提 我就听到了他在那说我的坏话 说哎呀我那个女朋友啊 真头发长见是短的 一天念个不停 让他别那样吧 他非要那样 而且特别不懂事 然后他兄弟更过分的是 还硬核着说 对呀你女朋友就那样 看嘛我们出去逛个街呀 就学那么久 让我们等那么久干嘛呢 哎真的是不懂事 我当时一听 哎你兄弟朋友们都知道我的事啊 那没少说坏话吧 那还在一起干嘛呢 当时我们在那里喝多了吗 我都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 而且他们可能也不知道 他们说了什么 大家都喝得醉绪群的吗 就你们在都不知道 说什么的情况下 专门说女朋友的坏话 是这意思吧 也不是这个意思 那不就这意思吗 他听到的是你在说坏话 你说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动点是他朋友也说我的坏话 你描绘一下 这个男人是什么样的 在你心里 以前觉得他是个脑好人 对谁都好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对大家都好 然后最起码对女朋友 也不会太差吧 但是没想到就是后来 因为很多事我就觉得 你总是爱讨好别人 把我的感受都放到了最后 我就特别不能够接受这件事 好 来 说说你女朋友什么样的女人 比较能够忍受我的一些坏脾气吧 能忍你 还有呢 比较包容我吧 包容你 还有呢 平时也挺照顾我的 也挺关心我的 照顾和关心 还有呢 其他没了 对 我落这么一女朋友 我也不分手 我全获利了 所以我可以肆意妄为地 不顾她的一些感受 我来践踏她的一些东西 老师们看怎么办吧 咱们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死撑到现在 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在他人心中的位置 是由您自己决定的 也是由您自己决定了 他人对待您的方式 所以他忽视你 他现在把你放在朋友之后 都是由你们相处之间 一早已经定下来了 你想斩断这个恶性循环的话 只有从根拔起 这个男人扔了可以 毫不可惜 好 谢谢明大老师 来 你服气吗 今天是你想要来这个节目的对吧 对 所以明大老师刚刚说你服气了对吧 服气 所以该分对不对 不分 你为什么不分呢 我觉得坏脾气是应该可以改的 坏脾气不是问题 是对谁坏脾气 如果你坏脾气都是对着女朋友发 那她干嘛要忍受你的坏脾气 你是父母养的 人家不是呀 她忍受你的坏脾气 你怎么不忍受她的坏脾气啊 奇怪了 你都是既得利益者 她又包容你 当然不想分手了 那你不包容她 她就可以分手嘛 她对你好 所以你不想分手 你对她不好 所以她可以分手啊 这样懂不懂 我好好奇啊 你为什么这么爱讨好别人 我只是觉得工作上的事情嘛 没有必要 因为一点小事吧 关系落到很长 不对不对 没有必要跟同事不愉快 跟你每天必须要接同事是两码事 没有必要呢 让同事们不开心 跟你非要夸赞他们 或者是帮他们拿行李 也是两码事 你为什么那么爱讨好别人 怎么了 你很怕人家不喜欢你是不是 不是也不是 那是怎么样 就是可能会把大家的情绪 然后可能对照顾好一点吧 那就是除了自己的女朋友之外 也就叫杀亲你知道吧 你知道通常这种杀亲的情况 最容易出现在对妈妈 譬如说呢 我对别人都很客气 对我妈讲话不客气 对别人都说好话 对亲人说狠话 对外人都很好 对内人不好 那很简单 干嘛做你女朋友呢 多倒霉啊 又要包容你 又要对你好 又要忍受你的坏脾气 但是一无所得 所以鉴定完毕 赶快跑 谢谢库老师 来来来 左岩老师 两位老师都在问女生说 你看她都这样了 你还跟她在一起 那你当初喜欢她什么呢 你回答我们说 是因为她当时老是 相处半年了都不牵我的手 但我怎么听着感觉是 她不喜欢你呢 我也觉得 听到都什么形容词 她说你挣得少 头发长 见识短 她喜欢你吗 她喜欢你 她会用这些词来形容你吗 包括她做的那些事情 亲戚让她问一下 那个大夫在哪儿 我去看个病 欠人人情 怎么就欠人人情了 就打个电话的事 就问一下 我自个儿去看大夫 我自个儿花钱 怎么就欠人人情了 那要那么说 很多人都欠你人情啊 出去旅行 女孩子多拿行李 在她这儿是麻烦 另外一个女孩多拿行李 但是你嘴上说的是什么 精致 精致女孩 你在说假话 你故意地讲好听的话 来讨好别人 想获得什么呢 讨好你的同事 那个大姐 想在工作当中 得到她的照顾 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 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口碑 所以在装啊 装 就装全面一点 在家里也要装好 你这个包装做得不好 而做人干嘛要那么装 对不对 给到你们两个的 爱情建议就是 讨好别人 不如做好自己 女孩 我希望你在 接下来的人生道路上 还有面对感情的时候 互相牵就可以 但是要守住底线 保有自我 祝福你们 好 谢谢左燕老师 来 图老师 其实他刚才说 认识你的时候 不牵你的手 不跟你亲近 左燕老师说是因为不喜欢 其实不是不喜欢 也是装 装身是风度嘛 对不对 装得我自己特本分 特老实嘛 其实像你这样的男人 是最没出息的男人 就是一个男人在外面 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合作 又或者是要帮忙 跟别人交往 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是要靠自己的实力 而不是靠你讨好 你恰恰是因为没有自信 才会被老大借占便宜 你恰恰是因为没有自信 所以才需要通过迎合别人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真正的社交交往 就是两点 礼貌和靠自己的实力 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 在与他的相处当中 你又表现的是那么的强势 那么的不关心他的感受 所以你既自私自利 又虚荣虚伪 而且归根结底 是因为你自卑 你长久以来 形成了在外面 像个软绵羊 在家里就横上 真正有出息的男人 应该是把家人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连亲情你都不珍贵 我还渴望你会去珍惜 什么友情 同事之间的感情 我相信你每次 在那个老大姐的时候 心里也是横得牙痒 但是你咬着后槽牙 每天在银河边 有意思吗 长此以往地生存下去 外面的人越来越看不起你 家里的人对你越来越寒心 你两头都不适 其实坦率地来说 看不出你们两只银 有什么真正的感情 看不出来 就刚才所说的那个场景 那老大姐一过来 啪把那门一打开 你怎么占了 我的座的时候 你在干嘛 就你这种男人 还渴望什么 在危险的时候 他能够保证你的利益 真爱自己身边的人 对于别人 我们只要做到礼貌 合作 听见没有 听见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老师们刚才有一个结论 就是要跑 你自己去考虑 男生也是一样 其实女生走了 也不要怪他 埋怨他 留下来就应该 好好地感激他 好吗 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觉得我以前做了太多 太让你委屈的事 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 听到四位老师说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把这些毛病改掉 如果我再有一次这样的事情 你就可以离开我 你改得掉吗 改得掉 而且我平时 可能有时候真的是 没有太关心你吧 但是通过这次 这件事情之后 我心里面 一定会首先 把你晃在第一位的 然后有什么 我也会跟你说的 不会去迎合别人了 也不会去跟人家这样了 跟人家哪样了 就不再去讨好别人了 所以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了 我考虑一下吧 好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ones 出来 不出来 现学生活早就分手了 何来这里 让你认清楚啊 它的这个东西很难改变 所以你那个爱还够不够强 你自己想明白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我们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幸福时刻 各位请见证 对不起 以前有太多事情 让你受了委屈 从今天起 我就一定把这些毛病改掉 希望你能再给维持 这样的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